有沒有來賓知道 吉他夜市也有新鮮海冰 我之前去彰化金城夜市 然後它是吃小館 它是老闆娘現場在那邊 用炭火烤的 所以你一邊吃的時候 你可以吃到那個炭火的香氣 然後小館很脆 重點是它一隻小館才30塊 30塊 然後也是大排常常 大家一次都是買那種 10條10條的起票 妳幾年前去的 現在還有30塊 兩年前去的而已 所以現在如果去50塊 不是妳那個 是因為太久沒去的 兩年前就還沒有漲價 這真的很新鮮 兩年前30 兩年後50 那個通膨那天恐嚇 這也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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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因為我號稱是痛風巨人 對 所以說海鮮的東西 我來推薦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在桃園的新人夜市 有一攤 補炒鯛魚 那個好好吃 很香 而且我們都會害怕那個 鯛魚可能會有煙的苦味 對 他完全沒有 非常新鮮 很好吃 烤魚 那看這個哈孝遠吃 又看他喝 對 時間也差不多到 沒有 那看看接下來他要介紹 什麼樣的夜市美食 好耶 歡迎收看 小小董事長 你們好愛在外面耶 沒關係 而且你來沒關係 我們還是一樣 對 我就直接這樣 我就直接這樣 我就直接這樣介紹這樣 認真一點 這好和諧 真的好帶 這道美食有什麼特別的 他的口感QQ彈彈 一手不好掌握 而且呢 會讓你心癢癢 那邊有心癢 沒有 我有一點錯誤 對啊 這道美食麵了 還有SV呢 哈囉也是非常 SV SV 哈囉他們前面那個哪裡有 哪裡有竊題 拜託 到底什麼是可以有美食 是可以Q彈烹飪 又可以SV SV 一手無法攪握 是... 好的 開業六十年的好滋味 傳承古法 堅持原味的豬腳 豬腳 這家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就在七龍夜市 知道 你大家都知道嘛對不對 這家就算是 在各樓那裡 對... 那樓梯很陡 對 然後每次就已經痛風了 還要爬上去吃 一定是因為你的關係 現在一樓也吃得到了 也是... 對... 現在餐位也有啦 因為一樓永遠都會很多人 所以我們還是要爬那個樓梯 要上去 為了美食 熟客才知道 對... 不好意思 我現在唾意在分泌 你這一餐你要講完才可以吃 對... 你剛剛已經吃太多了 因為你剛剛吃太多了 忍住 你這麼講就好了 基本上這道菜呢 跟我算是有一個很好的連結 因為它就是豬腳嘛 對... 他的豬肉 你為什麼要這樣玩地板 你屎豬肉 你屎豬肉 我就自己先講 好... 可是我們也沒辦法了 沒辦法接啊 謝謝... 總之我覺得它最厲害 就是它的湯 它的湯因為它膠原蛋白 全部燉進去 而且它是白鑿的 我覺得白鑿的豬腳湯 它必須要熬很久 對 更難做 對 而且它沒有加其他的什麼 中藥什麼的 所以喝起來 對 喝起來很原汁原味 然後也沒有任何豬肉 沒有 也沒有任何豬肉的那個味道 對 完全沒有 而且我覺得它的 你一定要吃除了它的皮之外 它的皮是QQ彈彈的 然後下面的那一層脂肪 已經全部就是 我覺得它熬到 就是進到那個湯裡面 所以吃起來只有那個豬皮 那個比較厚實的 那個QQ彈彈的口感 膠原蛋白 對 然後連它的那個瘦肉 吃起來也一點點都不慘 在夜市裡面 找到好吃的豬腳 其實真的 不容易 超獨立的 真的 這家真的蠻多年的 天啊 它的那個湯 我嘗上去吃 我出外景的時候到基隆 我們那個工作人員 都帶我上去吃 而且你看 那下面 它怎麼樣 你看你那個已經有那個 有順序嗎 有一層膜 有一層膜了對不對 對 有一層膜 就是把你的嘴巴黏住的那個 黏住對不對 對 然後帶女朋友去吃 你嘴巴怎麼黏住了 我幫你 而且你沒有講到一個 它也蠻有特色的 就是它的醬料 是... 它醬料其實就是 醬油跟辣椒 對 就這麼簡單 它有辣的跟不辣的 它有辣的跟不辣的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點辣的話 可以讓它味道更香 更可以跑出來 我這樣子講到現在 我可以吃了嗎 不行... 還不能吃 你也能救一下 我發現我們開始可以吃以後 你講話就有點 持窮的感覺 沒有這樣一開始形容得那麼好 你讓我們主持人先吃 然後你幫我問一下 旁邊來賓的口感 訪問一下 對 然後我們先享受一下 所以我今天是拿來賓的錢 要幫你們主持就對了 對 衣服是一樣的 OK... 怎麼樣 杰琳怎麼樣 它的肉好嫩 然後皮好Q 對不對 所以它那個湯頭 女生喝了之後會覺得 我膠原蛋白要長出來了 幸福 就是一種幸福的帶 真的很幸福 對 而且剛剛那個 雅仁姐已經在 一直在 這種沒有紅燒或的豬腳 很怕有那個豬肚的味道 完全沒有 它完全完全沒有 而且好嫩好嫩的肉 對 而且它應該是熬了很久 所以它那個湯頭的那個膠質 完全不吐出來 真的 而且它湯頭要乳化 油脂很重要 油脂跟膠質 才會讓這個湯頭乳化 是 我自己吃豬腳 我是有點害怕 就是它肥的那一層 但是我剛剛有特地吃了一下 它的那個比較肥皮的那一層 它其實吃起來是很有彈性 但是它不會那種油膩感 它已經煮到就是那個肥肉 已經沒有那種油膩感 很好下口 像我不愛吃肥的人 我覺得這個我都很能接受 對 這個真的就是我剛好吃 它就是很像果凍 對 而且重點是這個湯 你喝得到愛 它是用愛去煮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 難怪有酸酸甜甜的 真的 就是有一個 水心癢癢啊 有感應到 我感應到 真的 你們不要以為我在唬爛 我們就是以為你在唬爛 真的 但是我們一個人很可愛 隨便不爛 我不聽妳說 聽妳說 因為我的人類圖裡面有一個 是我能就是好好吃食物的話 我是能感受到 背後那個煮食物的人 他是用什麼心態去煮的 講到人類圖了 那是另外一個節目的嗎 對 那好像是不好意思 但是我就是想要表達 其實我真的感受到 它非常用心去熬煮 對 豬腳其實可以說 真的是台灣的美食之一 對 那大家可以推薦一下 有沒有什麼夜市裡面 也是豬腳非常好吃的 就是大家好像去屏東 一定都會吃豬腳 然後屏東它有一個 佳河夜市 它有一個豬腳街 是說小小的一個 但是它裡面豬腳街 裡面所有的店家 你不管去哪一家 都不會採雷 每一家都非常好吃 那我要推薦比較近一點的 它是寧夏夜市的一間豬腳 然後只要我每一次去 它一定也是大牌常用 而且很多外國客人 然後那個就是店員 他會用那種就是比較簡易的 就是英文去問他說 一 二 三 Suit No Yes 然後就不是很... 很多外國客人都會過去 然後我自己吃過 它也是非常簡單 就是飯 沒有配菜喔 就豬腳 然後淋一些那些就是油 就真的超級好吃 那個醬汁淋上去 對 就是整個 就是腿酷飯用的 沒錯 然後就是直接把它吃完 對 台中中華夜市 還有一個 畢米燈推薦的豬腳 夏日跟平日都在排隊的 就它 往那邊走就對了 對 台中中華夜市 那個肉上面 還會插一根牙籤對不對 對 牙籤... 那起來亮對 你們愛吃豬腳的 也是都是以前去找人的時候 會有工作人帶我去 吃到很多美食 那這樣說我可以吃了嘛 對不對 早就看一看 早就看一看 我們先幫妳 待我休閒起來 我們要加冰了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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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下一位來賓 要帶來什麼樣的夜市好料 好 好 今天笑聲 這段美食有什麼特色呢 對 它放到嘴裡 一下冰 一下熱 讓人心情愉悅 一下冰 好 好 好 太強了 這個不是 大家一定都要吃到的 如果妳沒有吃過這一家 妳就不算是一個會品嘗美食 妳沒吃過這個夜市 沒有錯過 妳沒吃過 妳沒吃過 我都喜歡逛夜市的都知道 對 這個就是通話夜市的冰火湯園 真的喔 對 因為我之前就是 我吃中部人嘛 然後我小時候就是很常跟家人 到夜市找甜點啊 吃美食 到台北念書的時候 我就開始很懷念 就是那種家人 帶我去吃湯圓的那種回憶 有團圓的感覺嘛 對 我知道妳很想生 妳很想生吃 不是 因為這個 這個奶酒老闆說 我真的想見你 對啊 妳說下去 好 那我就繼續講 而且我畢竟說 它其實是元宵而不是湯圓 對 妳有刀線 妳有刀線 所以一般我們還是就叫它冰火湯 對 它其實它是Q彈不黏牙的 很多人不敢吃湯圓 就是因為它會很黏牙 但是它就是 那個老闆 他自己手工做的 然後他鹽它的糖水 也是用桂花蜜製作 所以它不會說過於甜 對 然後還會有桂花的香氣 那像現在這個天氣非常熱的話 我每年夏天都一定要吃一碗 對 必須吃 好好吃 然後我們也開始把鋼煮好 鋼煮好 送到我們的男生的身邊了 是的 真的妳們都有吃過 有吃過 真的也很快 對 每個人都有吃過 而且很多店家有Copy他們 但是我覺得 還是通話街這家最有特色 最早就出的就是通話街是不是 對 而且我一定要講 因為其實我們很容易 就是把它的湯裡就吃完 對啊 那冰剩下來你會覺得 新冰只有桂花 它好像怎麼辦 對 它還有這一個 就是你可以加檸檬汁 對 所以你如果覺得 它可能原本太過甜 你想要增加一點那種酸味的話 它是可以去綜合 然後讓味道更豐富的 桂花糖香不夠 你也可以再加對不對 對 都可以再加 它其實現場的話 都有各式各樣的 你可以自己去調 你喜歡怎麼樣 你可以加這個檸檬汁 好啊 這真的是 一口熱 一口冷那種感覺 對啊 冰冰 蠻特別的 對 而且它還有芝麻跟花生 其實如果你喜歡吃酒釀的話 他們家也有冰火的酒釀 很好吃 對 那個桂花蜜光是撒在清冰上面 吃起來好清爽 然後桂花蜜一點點甜 這個是沙咪啊 沙咪耶 好清爽喔 很清爽 我把你以為一口 你還是要 對 還是要分 它也好Q喔 它也非常多 超Q的 為什麼放在那個冰凍裡面 但是吃起來口感還是很Q 不會硬掉的感覺 對 它不會硬掉 然後它的那個 餡很多 很飽滿 皮很薄 對 好好吃 小哈 你要講話嗎 怎麼了 我們來一邊泡 我們來一邊泡 你介紹完自己 你就不講話了 沒有 熱的那個甜點 其實很多男生沒辦法 對 但我覺得它放在冰裡面 就像有時候我們吃那個 在日本吃烏龍麵 它會進冰水去這樣 喇一喇 喇一喇 它的那個皮 會更Q彈 對 更Q彈 我覺得這個湯圓就有這種味 就有這種感覺 而且兩顆或三顆 吃完之後 男生再吃那個冰 然後又加一點檸檬 加一點那個桂花 完全不會膩 對 男生會很喜歡 很棒 對 真是一個吃貨 真的 吃貨 好會說 聽他講就是講得非常的透徹 不管他講什麼 都覺得好好吃 喜歡我們這集的內容嗎 現在要做的就是 按讚 訂閱 加上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 Choo Choo 快點 快點 快點